拉扯拋接 小小的扯鈴在去年 马来西亚国际扯鈴赛中 大放异彩的青春小将 潘玉伟手中仿佛有了生命 来回跳动千变万化 也让大家看得目不转睛 而同样吸引眼球的 还有这群地方妈妈们 跟着音乐节拍来段近舞 光彩活力满点 是他阿斯出来做公益的 他阿斯是国际的扯鈴冠军 里面都很高兴 两点才开始 我们都是一点钟就来了 带动唱给一些老人家 有点运动很好 还有比较有活力 希望大家有时间多多出来 当然现场让大伙最期待的 还是摩采 从礼盒小家店到脚踏车 通通让林带回家 很喜欢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抽家 以后里长办的活动 还要不要来 要 为了防止新冠肺炎 万有里长陈高美美早就准备好 在民众还没有进入会场之前 工作人员会先量体温 确定健康 要是没有戴口罩 也会有人贴心帮您准备好 我们今天只做三个项目 尽量就是抽奖摸彩 给大家走出来 走出健康 健康才会快乐 受到疫情影响 里长将活动流程简化 也呼吁豪醋冰口罩 一定要戴好戴满 保持安全距离 如此慎重 就是希望民众 在庆祝佳节的同时 也能够兼顾防疫 记者顾参永 台北采访报道